如何禁除罪障 罪障当然从字幕上来说就是忏悔了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发菩提心是消业障最快的 因为你的信量改变了 你人生观改变了 你的愿望改变了 你整个生命是这种彻底的转变 所以乐园经常说 一个人要忏悔业障 最重要你要觉悟生命的真相 发自内心的觉悟 如果你还没有觉悟 你只是这样子水巴讲忏悔 其实你的业很难做大方向改变 一个人透过对生命的观察 知道你今生只是一场梦 人生就是一个五应身心的阴言 总有一天就像这个乐园经说 五应身心就是大海当中出现一个水泡 这个水泡从大海里面冒出来 没多久它要回归到大海 这个大海就是正如本性 这只是一个一死的阴言 所以你把今生看得很重要 你怎么忏悔业障呢 这是无名嘛 所以你真正要忏悔业障 我觉得你要发自内心的觉悟 生命的思想要改变 发起广大的愿望 升起利他的心 你业障笑得很快 你不会再过来 好吗 你怎么识到这个步骤 我怎么识到这个步骤 你怎么识到这个步骤